好就在這席拜會結束之後呢 現在開始喔 來信不信習近平的話 民進黨的芒果乾超錯亂 民進黨現在開始了 怎麼辦呢 抗中牌好像操作不了了 因為習近平已經說了嘛 駁斥了2035年前攻台 所以呼籲美國 那你停止武裝台灣吧 那民進黨編了這麼多預算 買了這麼多美國的東西 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開始啊 發言人就說啊 你看啊 都是你們藍白在操弄啦 戰爭謊言被打臉了吧 甚至黃蟲燕還說呢 要取消軍事行動喔 你這個中國你說不打 你要有具體的證明喔 那我剛剛也講了嘛 我就問啊 人家在軍演 我們有沒有軍演 也是有啊 那再來 立委羅志正說 凸顯武力犯台是沒有時間表 民眾是血量的啦 那買軍火幹嘛 為什麼兵役要延長一年 這個時辰不都是美國專家說的 那如果你這樣說 還不快點宣布 台灣獨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民進黨等於是 抗中保台牌就失效了嘛 就翻車了嘛 立委參選人 何博文的太太 邱錦安 被國民黨就挖出 他在擔任大學講師的時候 你不就有帥團去大陸 還參加一個叫做 正本溯源的 學術交流活動 還跟習近平的標語合照喔 接受共產黨指導的媒體專訪 所以呢 國民黨副發言人 呂沁偉就提出質疑啊 他說那你這樣子 是否在配合中國大陸的大內宣呢 這是邱錦安 何博文的太太 2017年7月 他率團學生15人到河南省 去參加一個正本溯源 尋根合絡的交流活動 這個交流活動的主辦單位是誰呢 是所謂的河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特地選在習近平的標語前面合照 特地拿著主辦單位是河南省臺辦的牌子來拍照 請問邱錦安 你這樣子的一個兩岸交流活動 是不是在宣揚中共的大內宣大外宣呢 甚至呢 我們還去抓包說 邱錦安 他曾經接受一個叫做創新股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來去做一個影片的一個訪問 這個公司呢 他是接受中共的科技局跟民政局 兩個中共機構的業務指導 到了2019年 邱錦安呢 還是繼續來去參加這個兩岸活動的交流活動 這個臺灣高校師生交流週 這樣子的一個可以說是一個統戰的活動 是要用交疊的閩南語跟普通話 傳遞出 對祖國崇高的熱愛之情 請問 邱錦安 請問何柏文 請問民進黨 你們的祖國是哪一國 後來又被我們發現 2018年以後 這個邱錦安就是何柏文的太太 他改名字變成了邱惠真 請問你為什麼要改名字呢 難道是因為何柏文他已經預想到啊 我可能要爭取立委的提名 我擔心 這個過去統戰 過去參加兩岸交流活動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紀錄呢 被在野黨來去質疑 所以你才要去改名字嗎 難道是何柏文為了要選舉才讓你邱錦安 決定要改名字的嗎 是要去逃避我們的檢驗嗎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給位子 什麼免給位子就聽話 這是指的是誰呢 是指的是一介嗎 就這麼穩嗎 就這麼鐵嗎 民進黨不分區名單 現在惹怒一介 為什麼呢 好我們先來看 一介人士認為 民進黨是不是認定了一介一定會支持 所以名單中前12個有8個都是現任立委 也不願給一介一個代表 真的是太不尊重我們了 要是工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順分析 他說對於執政黨不分區名單 結果就是遺憾 他說藍白和後續明朗一點 再決定是否與其他政黨合作 他被電話告知未進入安全名單的當下 他覺得對他衝擊很大 咳嗽一下 OSMIKE一下 好那賴清德說 他的回應嘛 因為他發現很多人反對 然後這個名單爭議很大 他說我們只問 不考慮黨派跟派系 人才很多 難免有遺珠之憾 值得是不是包含陳時中呢 但是不分區名單公佈之後 人贏得社會肯定 都嘛他在說 一介沒有人才嗎 很多網友就嗆啊 高端A完了還要什麼代表 一介就綠道出資啊 還怕會跑票嗎 畢竟是時中的 還不是繼續挺 所以現在很多人不高興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介 他說 執政黨對連任太有自信了 花一介防疫做得很好 又不給不分區立委 說執政黨很會選舉 我很納悶 百思不解 尤其是許小新最近在搶 柏陽三步走 好不行啊 我真的太想咳嗽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余美人的分析 等一下我再回來繼續講完好嗎 民進黨很喜歡講說 這個是什麼分贓啊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什麼 權力的一個這個分配啊 或者是這個是為了要對抗這個民進黨 或者是為了要迎合某些國家 他可以潑這些髒水沒有錯 但是他其實並不明白說 這不是一個政黨的遊戲 我們正在寫歷史 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 這是第一次 人民有這麼強大的一個意志 要求兩個DNA完全不同的在野政黨 要合成一股勢力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我昨天怎麼想 我都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你說過去什麼國清合 國清最起碼早期還四出同門 四出同源 你說藍白就像你講的 完全血統DNA 一點都不搭嘎 是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人民強大的意志 這是人民的指令 這是人民的 甚至我可以講人民的命令 是這樣強大的一個意願 所以當然有人講說 這只是藍白河的時候 我覺得你也太小看這次的藍白河 為什麼 這裡面哪裡只是藍色跟白色 這才是真正的叫全民河 為什麼 因為要共同的一個 希望達成的一個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 所以藍白河只是 人民希望達成這個政黨輪替的 這個神聖任務的手段而已 而且這個藍白裡面 不要只以為只有藍白 人世間不是只有三種顏色 藍色白色跟綠色 它某種程度是全民的意願 一個我告訴你 人民的本質的認知其實都一樣的 只有在投票的時候會分顏色 那人民的本質的認知是什麼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安居樂業 我們希望能夠社會有公平正義 我們希望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是符合大多數民意的 我剛剛講的都是 不是只有藍色跟白色 是全部人民在本質上的認知 都是這樣的一個認知 請你回應我們這個 懂嗎 所以藍跟白 你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現在沒有誰可以躺著選 都給我站著 回應人民的需求 好啦終於回來了 剛剛不是酷酷嫂給到的嗎 這張電視牆繼續來講完 不分區的名單 人物異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 所謂的柏陽三部總 什麼叫柏陽三部總呢 其實裡面就是在講說認知作戰 不分區立委名單裡面呢 有黑熊學院的院長沈柏陽 而且呢他名列第二 當然大家就在討論啦 那你還記得嗎 他以前曾經提過的 包含了徐曉星就酸他啦 什麼叫柏陽三部總呢 不立民進黨的訊息 一路一律呢 把它打造成叫做 中共的認知作戰 為了反中共的認知作戰 民進黨必須要先認知作戰 然後第三 如果民進黨放假訊息 或者是認知作戰被抓包 那就要裝死 這是他給這個柏陽三部總的 酸他啦 說你就在操作認知作戰嘛 被抓包就裝死嘛 你就會小心說的有沒有 有什麼道理呢 前立委郭正亮也大酸 這就是民進黨黑熊化 時事評論員陳鳳馨批評 民進黨當選青年上戰場 慧晨真 怎麼會用這種半路出家的 研究犯罪學的 那為什麼要用 因為他是黑熊學院院長啊 排那麼前面耶 我怎麼知道這個 反正他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民進黨要黑熊化嘛 那你認為你認為民進黨的民調高 還是黑熊學院的民調高嘛 這個選民自有判斷 而且你還排到第二名 這簡直是天下大笑話 等於是男性的第一名 而且台灣的政治作戰國際上 是有很多人研究啊 專家非常的多啊 我覺得蘇紫雲都比他適合啊 我是隨便點名啊 很多軍方的人都比他適合啊 結果你就 滑重取重 搞一個黑熊學院的院長 那恭喜啊 就是民進黨黑熊化 大家如果熟悉的話 現在民進黨一天到晚在講說說 什麼民進黨當選 然後青年上戰場這件事情啊 是這個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啊 等等等等的 各位 可是沈柏陽是具體的在執行 要大家準備作戰的 而且他具體的是 要求每一個人都要作戰啊 他是直接訓練民間的作戰單位啊 所以才會在網路上面啊 其實有人就批評他 然後戲稱他是義和團團長 那當然這個是網友們對他的評論 我就不予自評 但問題是他實際執行的工作是這樣啊 那你碰到一個實際在執行一個 每一個人不是軍人備戰 而是每一個平民老百姓備戰 我真的不客氣的說 他跟之前那個有一位共和黨 美國共和黨的這個總統候選人啊 說呢要每一個人 台灣每一個人發AK47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讚譚 讚 點bon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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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